CentS 我是施家,跳了13年舞 我是香港霹靂舞男子組的正選成員 我叫Fifty,我跳了十年以上,我也是港隊的正式成員 我讀書的時候,外面有些社區中心 他們會找不同的導師去不同的學校教別人 我那間學校就說,有街舞,我立刻去學 前一晚才上網看完,第二天就看到有,那就去學 慢慢學完就跟著不同的老師一邊跳 我們學校是有Hip Hop組 男生跳Breaking,女生跳Hip Hop 但一進去後才發現,只有男生才可以學Breaking 普遍女生會遇到的問題就是,比較辛苦 一來最主要是因為力不夠 還有跳上來的動作比較沒有女生化 有很多種種的原因 然後是我求了兩年的負責老師 我想學,我真的想學 然後我求了很久,他讓我破例地學 不是他們不想學習,學校不建議他們 教這麼高難度的舞蹈 不是,他教男生,只是教男生 如果小朋友傷了,我也不知道找誰負責 即是家長會問 前幾年就可以每天練習 現在只可以兩、三天練習 因為我上五日工作 所以我是星期五可以練習晚一點 因為星期六不用上 我基本上一個星期都跳大約五至六日 有一天休息,當是讓肌肉放鬆一下 基本上,日休閒時每天都要做事 晚上就會盡量練 可能有時到晚上尾班車 可能是十二點才回家 第二天又是重新開始進行 這件事就會看得出 其實為什麼現在我們香港資源不夠的時候 其實都難與外國去比拼的 都不是沒有機會 我覺得是有可能出現的 只不過我們就要再減低自己的 可能是娛樂時間 全力地去做這件事 Breaking本身這個文化 它曾經是 以History來說 它曾經是有沉過的 即是曾經差一點消失過 但是因為有些B-boy不想消失 而他們跟其他人合作 做了一個電影出來 而令到這個B-boy文化再掘起來 所以這個令到我覺得 在Breaking 入了奧運這件事 令到Breaking更加 再上了兩個層次 始終都要讓其他所有人 看到這件事 而令到它繼續有延續下去的方向 其實我們會看上去的位置 是去到世界級 可以讓人知道 原來香港都有世界級的B-boy或B-girl 現在我們都一起進行這件事 我相信接下來是有機會做得到的 因為現在香港的文化 那件事比前幾年好很多 但後來入了港隊 Breaking入了奧運之後 所以我覺得令人知道 香港都有B-boy、B-girl這件事 應該說Breaking是沒有年齡限制 甚至在外國 有些五十多、四十多歲 都還在跳 都還在比賽 我媽媽很支持 有時都會過來看我比賽 我爸爸沒有什麼 就叫我不要經常 去跳 不要太晚出去 這麼晚回來 所以他又不是不支持 但是是擔心給人為主 慢慢去到後來 未有奧運之前 其實都會繼續出去 其他國家比賽 我都會給他一些片 照片看 他開始知道 我是在做什麼 有些事情想做 他就慢慢支持 去到後來 有奧運那件事 而我自己覺得他們對事情的認同更大 你可以去做運動員 可以去打奧運 幫香港打比賽 他們都覺得 你可以去做這件事 你加油、努力、繼續 Breaking上面 他的power 是其他 舞種來說 是比較獨一無二 有power move 單手彈 freeze、定價 的確只有Breaking這個舞種才會有 有這些東西在 其實可以吸引到 人們的眼球 其實我們玩這件事可以很出色 只不過 我們普遍比較多比賽的時候 因為大家在追緊 比賽上的競爭 有一件事很棒的 就是我們學習的那種技巧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學你怎樣跌倒不會受傷 你看到一些人不知怎樣 怎樣跌倒都沒事 其實真的有些技巧在裡面 怎樣去射力 怎樣去防止會受傷 那些位置 但怎樣都要做一種才知道 對 但其實如果有好的老師 就可以避免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真的 我的方向 其實我完了奧運之後 基本上都會做多些 跳舞的事情 當我自己還有能力去比賽 玩200 200年 洛杉磯奧運 玩得到當然是玩 如果是 到時身體的能力不太好 我都會做多些教班 推廣 或者是宣傳 或者是搞一些跳舞的活動 其實都是在這個圈子裡 繼續去做那件事 社會的事情不同了 因為現在去學校教 學校是很夠膽 給小朋友去學 因為我教一些小學生 他們都夠膽 給了一些 可能四五年班出來教 其實他們可能因為 接觸這件事多了 或者是他們接收的事情 知道這些有安全性做 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傷 他們都容易接受這件事 給小朋友去試 因為沒有奧運之前 都可以跳舞 我現在有教班 雖然是私人班 但我有正職 所以都沒有想著 停過那個念頭 我們要跑得再快一點 去走我們那條路 我們要跑了